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动作片的霸主 影片一开场 在1944年6月6日这一天 为了配合盟军在法国登陆 酱油哥所在的小分队准备空降到法国的一个小镇 端掉德军设立在教堂楼顶的无线电阁烧塔 德军一看来者不善也不敢怠慢 叮叮光汤就开了炮 把这帮哥们全都吓尿 几个刚入伍的新兵由于没什么经验 很快就领了和汉 这次的空降非常的不顺利 除了酱油哥几个人侥幸村活 其他人全都狗的屁 酱油哥等人端着枪正往前瞎学木的时候 当地的村民春花突然出现了 这春花的爹妈早就被德国人给杀了 因此对于酱油哥等人的到来非常的欢迎 很快就把这四个人领到了自己家 酱油哥下去望风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春花的姨妈 老太太似乎是被什么病毒给感染了 整个人变得咯哩咯哒的把酱油哥吓一跳 酱油哥说这什么情况啊 春花说不知道啊 上次从教堂回来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德国兵的小头目悲催哥是个大坏蛋 他经常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 逼着春花跟他门那蜜 春花和酱油哥正闲聊的时候 这孙子又过来占便宜 春花说今儿可不行啊 我浑身脑袋疼 悲催哥说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把你弟弟给抓走 说着悲催哥就把手下叫进了屋 眼瞅着春花要吃亏 胡子哥和酱油哥再也坐不住 上去就把悲催哥给送不全了 酱油哥出去接应另外两个战友 在教堂的门口 他看到德国医生中分数 正在杀害用来做实验的村民 这哥们正瞎血沫的时候 突然被德国兵的大狼狗给盯上 酱油哥慌不择路 只好爬上了一辆开往教堂的卡车 酱油哥上车一看 当时又瞎叫 原来这车上装的全是尸体 很快卡车开进了教堂 退路是没有了 酱油哥只好硬着头皮往里闯 进入教堂之后 酱油哥开始倒数瞎血沫 他溜达了一会儿终于发现 原来这里是一个生化研究基地 德国医生中分数正在利用大活人 研发一种能够让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知己 当他正瞎转悠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了自己的战友大鼻头 此时的大鼻头被固定在了床上 马上就要被宋静做实验了 随后酱油哥搀扶着大鼻头 两人顺着下水道讨了注意 回到春花家之后 酱油哥把看到了情况说了一遍 胡子哥说这什么玩意儿 悲崔哥说你就甭问那么多了 知道我也不会说 胡子哥说我倒要看看 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拳头硬 接下来是对悲崔哥的言行逼供 酱油哥心肠软看不了这个 于是便下楼找春花下白话 经过言行考打 这悲崔哥终于照顾 卷毛哥上去给悲崔哥松绑 由于经验不足 突然就被悲崔哥给反杀了 眼瞅着卷毛哥断了气 酱油哥急忙把带回来那管 还不太完善的知己 给卷毛哥注射进去 时间不大这卷毛哥就起了变化 大家伙一看都有点蒙全 看着卷毛哥一点一点的变异 这所有人都吓屁 要说还得是胡子哥有经验 当即利断让卷毛哥领了喝饭 悲崔哥一看这可是个机会 于是虚晃一招仨子就留 为了安全起见 这孙子还把春花的弟弟小郑泰 抓走到了人知 紧接着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枪战 悲崔哥中枪之后 开着车顾头不顾定的逃命 悲崔哥逃回教堂 为了活命 这孙子给自己注射了两针 医生中分数研发的知己 时间不大这悲崔哥就开始变异了 随后胡子哥等人来到了教堂的附近 他们兵分两路 一路负责引蛇出动 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另一路在酱油哥的带领下 顺着下水道进入了教堂 转场之后 春花故意出现在了悲崔哥手下的面前 然后在几个德国兵的注视之下 开始玩弄了套餐 悲崔哥的手下吃瓜哥不知是计 开着摩托车在后边狂追 这哥们刚在桥上结束春花 就被胡子哥给踪攻圈了 随后胡子哥在吃瓜哥身上绑上炸弹 直接冲向了教堂的大宫口 哎呀 要说这种情况明显是不对劲啊 可这几位跟傻子似的根本就没当回事 很快随着光当一声 一帮龙套的戏粉算是正式杀了情 趁着这个热乎劲 埋伏在附近的大鼻头和龙套哥开了枪 这招声东击西确实用的不错 为胡子哥等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进入教堂之后 急性子的春花抓了个俘虏 让俘虏带着他去找他的弟弟小正太 由于缺乏作战经验 春花很快就上到手边了 幸亏酱油哥及时赶到 春花才没有交换票 找到小正太之后 酱油哥和春花决定分头行动 当春花带着小正太准备撒子撩的时候 被一个便衣人给揭住了 这哥们是刀枪不露 怎么打都死不了 春花一路旁温 鞋都跑掉 最后这姐们灵机一动 用火焰喷射器 把便衣人送进了地狱 胡子哥正在安装定时炸弹的时候 他的死对头悲催哥突然出现 打了药的悲催哥功力大增了 把胡子哥揍得是鼻青脸肿 认识不行 而酱油哥那边的情况也不太妙 这哥们正瞎悬末的时候 被医生中分叔用枪顶入了后脑勺 紧接着就是一场肉博来的 中分叔毕竟只是个医生 没什么作战经验 很快就领了盒饭 小正太这倒霉孩子 简直是诚实不足 败是有余 为了救他 龙套哥差一点又壮了其身 悲催哥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把胡子哥也给吊起来 眼瞅着胡子哥要倒霉 酱油哥突然杀刀 可此时的悲催哥 早也是刀相不入了 普通的子弹根本拿了没招 为了彻底解决掉 悲催哥这个大麻烦 胡子哥把致气 注入到了自己的体内 接下来是胡子哥 和悲催哥的巅峰对决 在酱油哥的配合下 两人终于把悲催哥给炸 胡子哥知道自己回不去了 为了不让这种邪恶的 致气泄露出去 他引爆炸弹 和实验室一起领了火烦 影片的最后 酱油哥装好电视炸弹 摧毁了敌人的 无限电钢让他 最终完成任务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糖吃 一样 德国 日本 意大利 三国全是大手屁 贪得无厌想称霸 最后全在下地狱